大家好,我是QPL老师 在之前我们花了差不多两个礼拜的时间 跟大家介绍怎么样刻画地形 以及在地表上面 会是像是草地、石头等等这些不同的质感 不过我们目前的场景 看起来还是有点单调 有点孤零零的感觉 那如果我们能够加上一些花花草藻 或者树木 像这个样子 那整个场景看起来就丰富起来了 所以在这段影片 我们就要跟大家介绍 怎么样加上这些东西 那其实树木和草地分别是使用两种不同的功能 那在这段影片 我们就先来介绍草地的这一个部分 草地的部分 其实是地表材质的一个特殊功能 那我们先打开 我们上次所做的这一个地表材质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我们在上一段影片里面 制作了一个有三层不同材质的一个地表材质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材质图的空白地方 按下滑鼠右键 然后一样打Landscape 我们看到在Landscape Layer Blend上面有一个节点 叫做Landscape Grass Output 输出草地这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就是产生草地的最主要的一个节点 那在这个节点里面我们看到 现在他这边有宣告了一个阵列 那阵列里面的每一个元素呢 会对应我们在草地上面一种不同的草生长的方式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慢慢地跟各位说明 那再来就是 这个草到底是长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它其实是借由我们所宣告的地表材质的材质层来决定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另外一个Landscape的节点 那我们从Grace这边拉出来 一样打Landscape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Landscape Layer Sample这一项 那这一项在它的参数这边呢 要输入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其实就是我们的地表材质里面的任何一个图层 所以比如说我现在要在草地层上面 长出这个立体的草出来 那我在这边就输入Grace 那这边我们先存档 现在切回到关卡编辑器 我们并不会看到任何的东西 因为我们接下来必须要宣告我们的长出来的草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所以我们会要在Grace这边 我们看到在它内定会至少有一个元素 那这个元素的名称这边它取名叫Grace 那这边要说明一下这个Grace跟我们的Grace图层其实并没有任何关系 它只是预先设定的一个名称而已 那所以比如说我这边我把它改成Grace01 因为我之后会用到两种不同的草 那所以用这个来辨别是第一层的草 那接下来这边我们要宣告一个GraceType 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档案类型 它会出现在我们的Content Browser这个地方 我们这边看到我之前已经有宣告了一个 New LandscapeGraceType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不过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先用先前我已经宣告的这一个 好我现在选择它之后存档 好现在切回到关卡编辑器 我们就看到这些草立刻就长出来了 那我们再回到材质编辑器这边 那当然我们在这段影片里面 要来教大家怎么样宣告这个GraceType 那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档案 那我们直接从这个下拉选单这边 选到最上面这边有一个Create New Asset 那这个我们选择这一项 它就可以直接帮我们在Content Browser里面 建立一个新的GraceType出来 好那所以我们选到我们的Landscape这个资料夹 那这边我把它取名叫Grace01 我用Grace01 GraceType这样子的名称好了 好那在这里我就可以直接按下这个放大镜搜寻 那我们就会切回到关卡编辑器这边 然后我就可以打开刚刚建立的这一个新的GraceType 草地形态这一个档案 这里有个GraceVarieties 草的种类这样子的一个阵列 那这个阵列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就是对应一种不同的草的形式 其实正确来讲它不只是草 它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植物 甚至是植物以外的东西 那我们这边先按下加号 打开这个三角形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宣告 我们要使用的第一种或者说植物 那这边我先用StarterContents里面的SMBush 这一个灌木来当作例子 我们先不调整任何的参数 这边我存档 然后我们切回到关卡编辑器 那这边我们看到这个还是之前另外一个材质的 因为我们刚刚修改完这边之后 还没有按存档 那现在存档完我们再切回来 那这边我们的这些灌木太过密集了 所以我把这边数字我先调小 可能还不够小 好那在这边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在草地上已经有很多的这些灌木虫 在这个地方 那我再把它数字再稍微调大一点点好了 好 所以这边的Grace Density 就是代表这些植物在我们的草地上面 分布的密度是到什么程度 当然数字越大就会越密 那这边 所以比如说我就用20 好 那我们看到就大概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密度 那我们再看在这个密度底下有一个选项 叫做UseGrade 那一般这个项目我们都会勾起来 最主要是勾起来这个项目之后 我们可以调整底下的这个Placement Jeter 这个参数 那这个参数是 因为一般来讲 这些草我们希望它不要长得太过规则 像我们现在看到这整个画面上面 这些它就会是比较凌乱的分布在这一块草地上面 那如果我把这个Placement Jeter 这个项目 先把它拿到旁边好了 我把这个项目调成0的话 大家就会看到所有的这些植物 就会变成排列的非常整齐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缺口 因为在这个部分是鹅卵石的材质 那我们刚刚选择的就是这个灌木 它只会长在草地上面 所以就会变成是像这个样子 那我们再比如说把它调成0.5 那它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排列整齐的感觉 所以通常我们大概都会把它选择成1 让它比较凌乱的散布在这边 那再下来的几个数字 我们先讲比较重要的部分好了 Scaling这边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植物放大或者缩小 Uniform的话是代表它的XYZ的轴向都同时放大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选择uniform 那如果我们选择free的话 那就变成是XYZ分别都可以调整 好那所以这边的minimum跟maximum 代表它最小到最大的可能数值 所以比如说如果把这边调成从0.5 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会比较小 然后后面调成1.5 就会有一些比较大 所以这个是Scaling这个项目在调整的 再来这边有一个Random Rotation 就是会让每一棵树很随机的往不同的方向旋转 好那所以透过这三项 Placement Jeter 还有Scaling 还有Random Rotation 这三个项目就可以让我们场景里面 所摆放的这些植物看起来比较不规则 看起来比较自然一点 那再来Aligned to Surface 这一个项目的话 这边我先把它再切回原来的角度 Aligned to Surface 是代表这个植物 它的生长的方向会跟地表垂直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山坡上面的这些灌木 它们生长的方向也会跟山坡是垂直的 那如果我把这一项拿掉 我们就会看到所有的树木都向着它本来设定的方向 比如说原本我们就是让它朝天生长 它就会朝着上面去生长 好那 再来我上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Skull Distance的这个项目 Skull Distance是 就是说距离多远以外的地方 就不要显示它了 我们现在稍微拉远一点给大家看 通常我们是调整下面这一个项目 上面这一个项目 比较不用去管它 那现在这边的1万 代表在100公尺之外的我们就看不到了 那所以比如说如果我现在把它调成500 就是5公尺之外 大家就看到所有的灌木几乎都不见了 那如果我调整5000 50公尺的距离 那山上的部分就没有了 那所以这边这个项目 当然一方面你可以用它来控制生长的范围 那二方面 更主要的用途是 如果是在一个开放空间 在比较远处的部分 我们就没有必要让它做生长 那一般我们就先维持正常的 这一个100公尺的距离 如果你看起来觉得不太OK的话 那我们再来给它做调整 好那其他的项目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浪费时间来说明它们 那这边我们只放了灌木 一种植物 那之所以用这个做第一次 主要是因为这是本来 starter content里面就有的东西 那我们想要让它长草的话 要怎么办呢 那我们先回到 虚幻商城里面来看 在虚幻商城的免费材质里面 其实有很多跟植物有关的一些材质 那所以我们选到虚幻商城 然后在free这个项目底下 选到永久免费这边 那在永久免费的这个项目底下 从第一页的最下面这边 就已经开始有一些植物的选项了 大家可以看到像这边的这个是 temperate是温带植物 然后material是地中海植物 那tropical是热带 所以这边有温带的植物 地中海植物 热带植物等等等等 那因为我们要的是草地 那草地这边我们用的一个栗子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植物 我选到第三页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温带植物的 这个Folish Collection 植被的一个集合 因为这个集合里面包括了很多我们常见的这个 对一些常见的这些草 花花扫扫这些 那所以我就用这一个来当作例子 那所以大家在虚幻商城里面 购买了这个资源包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按下这个Add to Project 然后选到我们的专案 那在这里我已经把它加入到 我原本这个专案里面了 所以这个步骤我就跳过 我们先直接回到关卡编辑器这边 那在关卡编辑器 我们刚刚所加入的东西 会在这个资料夹 这个Folish Collection 这个资料夹里面 那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我们会用到的这些植物 会在Mesh Mesh这个资料夹底下 这边分为花草 还有草地上的一些植物 这些绿叶植物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像这边就是草地的部分 那这边有一些不同的花 那所以我现在再回到 刚刚我们的这个材质里面 抱歉我刚刚把这个Waystep给关掉了 好那现在再到这边 那灌木的部分 我直接把它取 好我暂时先留着 好那所以我们这边 零是刚刚的灌木 那我按下上面的加号 再增加一种新的植物 那这个新的植物 我就从这个地方来找 那从这个Grace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在资源包里面的这些草 它的命名会这样子 Grace 0101 0102等等等等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有哪一些草 那我现在就直接 我选第一项的这一个草 那选好之后 我们再切回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草地上 已经有这些草长出来了 那这边它的 目前内定的密度 就是400 那我把它的大小 稍微放大一点好了 我用1.5到2 这样子的大小 好那这边就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这些草 那我再把灌木这边 再换成 比如说我就把它换成是花好了 那这边 这边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花 那这里我也随便选一种好了 我直接用这个第一个 那大小我一样把它设成1到1.5 那密度这边我先用内定的400 那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看到 草地上有很多的这些花出现了 这边我再把花换成是薰衣草好了 那这个flux02这边是薰衣草 那这个资源包的这些资源排列方式是这样子 就是前面的数字代表不同类型的植物 不同的花 后面的数字代表密度 那所以像这个是薰衣草 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把它改成02 02的时候薰衣草的密度会来得更高一点 那另外我们底下草的部分 目前是只有一种草的模型 那有时候在场景里面看起来会太过规则 所以我们还要再增加一个新的草 那这边一样grace 所以刚刚讲我们一样用 就换一个不同种类 那后面的数字越大 它的密度会越高 就是这个草会比较大树一点 那所以这边我也同样把它用密一点的好了 那这样子选完之后我们来看 整个草地感觉上会比较密集一点 还有大小的部分 那这边我把它大小的变化调小一点好了 从1到1.2 因为这些资源包里面的这些模型呢 它基本上都是照实际的比例去做的 那现在这个就是我们从第三人称的视角里面 看到的整个环境 就是像这个样子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 刚刚我们在这个材质这边 我们grace这个地方其实可以有很多个不同的输出 因为刚刚我们讲过 在每一个不同的材质层 我们都可以让它长一些不同的东西 那所以比如说如果在碎石这一层 让灌木长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我在grace这边 我就再增加一个 那这个input的样子是一个内定的名称 所以我把它比如说 就改名叫grace01 那这里我宣告一个新的type 然后这边 我再建立一个新的landscape layer sample 这个节点 然后把它这边 输入gravo 那它就会对应到gravo这一层 那现在我们再打开 bush这边 增加一个新的元素 那这边我们刚刚把密度设得小一点 这个地方要先存档 好那现在我们就看到在场景里面 有一些地方会长出灌木来 那会长出灌木的地方 就是原本我在这个地方的材质 有设定碎石这一层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一段影片我们就先介绍到这一边 在下一段影片我们再来介绍树木的部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